Sha僲i Gottes 好我們國會特 unfair組 休息一個禮拜 打腳火箭炮issä 休息一個禮拜 這禮拜總經換了一個新的拍攝場地 那國會特爭組 這個節目從上個會起 我們在討論立法院 立法院因為還沒開醫 所以中間插花 就是柯文哲的案子 柯文哲上個禮拜 上禮拜就是被叫進去了 應該六十幾個小時 將近七十個小時 從林政署開始 到地檢署到地院 後來開積壓庭 然後就叫做赤匪 我看那個螢幕叫赤匪 那黃國昌說吳寶請匪 有人說請匪跟赤匪不一樣 聽說赤那個自有命令 反正不管他就回家了 那回家之後當然就又開始亂嗆 回家以後呢 天亮以後到了晚上 跑去哪裡 跑去光戶南路 一棟大樓裡頭 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呢 出來的第一時間 又跑去黃珊珊家 待了一個晚上 這些動作啊 可能讓檢察官結了的時候 你是在創三個 放你出去 你都在趴趴走 而且呢 這個被放回去之後 當然這個北檢 北檢啊 就是把柯文哲當被告那個北檢 他就申請叫做抗告 抗告 那高院就開始這一個 準備這個審理 那抗告呢 抗告的那一段時間做了什麼事 北檢進朗啊 把那個誰叫來 把李文中叫來 又跑去台北看守所 舊訓 舊訓就是跑去看守所那裡 直接問什麼 問審慶金 問彭政森 問映小威 還問一個叫朱雅虎 朱雅虎 問這幾個 不然朱雅虎沒有看到裡面 還問一家朱雅虎 那問之後啊 他就跟北院 高院在提抗告 高院就昨天嘛 然後昨天大概應該是七八點 六七點 就發了新聞稿說 那就駁回 就是說請這個台北地方法院 重採 重新採定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一樣 邀請到烏朗東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我們先來看昨天啊 高院 高院博輝留那一份 哎呀 先放這頂好 這頂說 製作單位說先介紹 這隻叫做雞 這隻叫做鴨 黏起來叫做雞鴨 所以今天這個叉燒店 三寶飯 這個雞鴨鴨 銷路也很好 因為上次啊 因為公不應求 今天各便當店都大量準備了 但是下午兩點才開駕鴨庭 照道理來說應該下班前 大概五六點 應該會有一個結果 好 我們先來看 這一個 關於這一個上次啊 昨天而已 就昨天 昨天 他說 柯文哲等人 申請擠壓抗告案件來 根據這個 檢察官跟被告 彭正森有兩個 一個是檢察官 一個是被告 不服 不服 台北地院的裁定 所以提起抗告 主文是說原裁定撤銷 就是原來臺北地方法案的裁定撤銷 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案 這個重裁 原來是叫柯文哲請回 所以就說 請這個臺北地方法案 重新認定 要不要把柯文哲交回去 來 這裡頭 先講比較好笑的 比較有趣的是這個 他說 被告彭正森抗告狀 未經本人簽名 蓋章案子營 所以沒有確定 彭正森有沒有要抗告 彭正森的律師 你是在爭校的 你的當事人要抗告 你不叫他簽名 不叫鄧英 不叫案子文 然後你就來抗告 到底彭正森有沒有抗告 你這無小的 這律師也都說 你彭正森的家人 你也到處唱一下 這律師太過了 你都說了 你要去抗告 你三台都不做 你是第一次在處理抗告 好 然後何怡婷說 我們已經通知了 請這個補證程序後 再來裁定 所以這彭正森先不談 他的何怡婷的 這一個審理要職 就是理由要職 這等一下請朗東報我們解釋 我是看到幾個特別的地方 注意看標點無好 他說啊 何怡婷審理後 就是說何怡婷是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 他說審理後 認 認喔 認為 依照同案被告彭正森 及 朱雅虎 的供述 證人 邵 邵總工程師 邵秀配 邵秀配的證詞 你看喔 按照彭正森 朱雅虎 邵秀配的證述 逗典 所以他代表呢 這三個人講話為主 彭正森 朱雅虎跟邵秀配的證詞 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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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層 佐宇 朱雅虎跟應小威的對話記錄 頓號 扣案被告隨身物品記載內容 扣案被告隨身物品記錄 包括彭正森 包括朱雅虎 包括應小威 還有包括誰 柯文哲 還有包括沈進軍 這些人的 隨身物品都要扣了 柯文哲的手機 快去拿手機了 好 在 在喔 在餐桌 朱雅虎 為什麼受固於沈進軍的目的 朱雅虎受固於沈進軍的目的是什麼 就金華城 受固於沈進軍的目的是什麼 沈進軍行為應小威的罪嫌重大 頓號 在餐桌 朱雅虎受固於沈進軍的目的是金華城 頓號 沈進軍行為應小威的罪嫌重大 頓號 被告 積極介入金華城等客觀情況 厲害啊 被告 被告是什麼 柯文哲 柯文哲介入金華城等客觀情況 被告是否如他自己的主張說 相信據狀態性解 多數覺得不得會決議 而對本案情解 毫無所惜負會成外 仍有救命的必要 所以才是發揮嘛 原審 這句有年重 他說原審 原審的是原來的台北地獄 那個什麼 嘉義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朱嘉義 朱嘉義 法官嘛 他說原審 為就檢察官所提出之 全部事證予以綜合評價 意思是說檢察官給很多 你如果沒有綜款 然後沒有給綜合評價 就認為檢察官為市民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上輝妥事 是 檢察官抗告有理由 原裁定論 高院法官認為說 檢察官寫很多 你這個 什麼地獄的法官 你都沒有全部看完給綜合評價嘛 然後呢 有些東西你要去救命嘛 所以呢 有理由 所以裁定 請 這個台北地獄重裁 那就是現在 剛剛進行完的準備庭 下午2點重開積壓庭 就是這些事情 然後我剛剛講的這麼多 你看這頓號 鬥號 有沒有什麼新的事情是 昨天以前不知道的 我覺得這個重點在於說 對於地方法院來說 現在換了一個 李正業法官去審理 他在審理的時候 一定會看高院 為什麼會把裁定撤銷 好 那重點來囉 你看如果說高院他是這樣寫 本院合議庭審理後 直接跳到這邊 原審未救檢察官提出的事實證 給予綜合評價 拘認檢察官為市民犯罪 上非妥事的話 沒有中間 剛剛川哥你唸的這一段的話 那麼去擠壓科文的機率 就會偏小 對 但是對於地院法官來說 他看到高院寫了這一段 因為高院可以不用寫這些 因為高院可以不用寫這些 他只可以直接跟你講說 你這個沒有把證據看完 或是沒有解釋的很清楚 沒有解釋的很清楚 不代表不能把柯文哲 直接放回家 只是說你的放回去的理由 沒有寫完整 大家判斷不一樣 對你的判斷的理由寫完整 柯文哲一樣可以無保請回 可是他直接 高院法官直接寫了這一段的話 就差他沒有敬為財地 直接羈押柯文哲了 因為這一段直接寫了一連串的話 跟柯文哲一路從彭震生 到朱雅虎的證詞 邵舅配 對話記錄等等 他直接告訴你 這些證據你都要看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在於 被告積極介入 金馬城等客觀情狀 客觀喔 他直接高院直接告訴你 柯文哲有積極介入金華城 客觀喔 客觀嘛 所以他用詞用到這樣 就表示是說 你絕對不可能無保請回了 今天最保守的狀況就是 柯文哲兩百萬三百萬五百萬交保 然後我們比較樂觀的狀況 就是他就被擠壓 他已經不可能無保請回了 這段寫下去之後 地方法院已經不可能 再維持原本無保請回的判斷 那高院寫了這一段 意義非常重要 對於法律人來講 他看到具體的描述 跟看到抽象的敘述 意義完全不同 不同 看到抽象拘述 就是說高院覺得你寫不清楚 你再寫一次就好了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特別講 標點符號 這個法院寫這個標點符號是很重要 我問你 後面這個 左宇 我先從左宇 左宇這個對話紀錄師本來就有 對啊 扣案被告記載內容這本來就有 租受僱於省的目的本來就有 省 行匯 映小威的罪權重大 本來就有 這些都有對不對 但是在這個鬥號以前的這三個 本來沒有 沒錯 我問你喔 彭政森本來有沒有講話 有 後來不是去舊訓嗎 就是 檢察官不是在提抗告之前 對 就是柯文哲 吳寶請回之後 之後 他跑去台北看守所 直接再問一次彭政森 所以這比較少見的狀況 直接再問他 如果說彭政森本來就有 本來講的內容沒有編 那這個會在哪裡 這個就會在下面這邊 鬥號的同名 哇 你看得很細耶 哇 真的 沒錯 你要不要去念個學士後法律 所以這一段 確實 如果 因為這個是新的 這三個 朱本來是什麼 朱本來是證人 證人 下一邊被告 對對對 然後這個 邵修佩 邵修佩是這幾天的 是最新的 最新的 是 請回以後的 對 請回之後找邵修佩 跟李文忠 然後李文忠 又變被告 200萬交保 所以這兩個是新的 所以因此彭政森放在這邊 有個玄機 川哥也幫大家點出來了 就表示 他這個也是有新的政策 而且我覺得這一段 也有一種解釋 你會覺得這有點奇怪 為什麼會沒有簽名蓋章或按指引 就表示律師去見彭政森的時候 彭政森的心情精神狀況 鬥志不強 所以問他你要不要抗告 他有一點不是可否跟沒有很明確的解釋 所以律師最後忘記了叫他確認這件事情 律師自己的鬥志也被影響 實在會忽略掉一個基本細節 那當然現在啦 彭政森確實也有提抗告 所以後來有補了 然後後來還是有補 就表示律師去見彭政森的時候 這個團隊有一種 好像快放棄比賽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跟這個結合在一起看 就表示彭政森 他雖然沒有辦法說 他現在已經是五點證人要認罪 但是他確實講述了更多不利於柯文哲 沒錯 各位看這個就看得懂 就是說這個鬥點 我為什麼一直講這個鬥點很重要 這鬥點以前是新的 鬥點以後才是佐 佐矣 對吧 我們去吃法國料理 對對對 雞肉佐羅勒 義大利麵 然後名字很長 對對對 雞肉是主菜啦 佐就是佐料就是配菜啦 香草啦 香草啦 松露啦 這些是原本就有的配菜啦 對 沒錯 所以這幾個是最新的發展 最新的發展 那這個姓朱的啦 姓朱的又是那一個 林申濟南那一棟大樓 的租的那一個什麼協會還是公司 又跟這個姓朱的有關係嗎 就是什麼李天鐸啦 他們這一群的 又是金華城 這當然是鍾小平有去做這個指控 4300萬 這個可以再分析看看 這個有沒有可能 好 那這一個接下來當然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說啊 他看到這些以後他當然緊張 因為他不知道彭正正講什麼 呵呵呵 他不知道彭正正講什麼 而且第二個有一個很詭異的 這個是邵修沛 柯文哲是挺邵修沛的 對他很閃見特別幫邵修沛講 來你想一下上一次誰在 誰的發被壓了以後 發公開信挺柯文哲 你記得嗎 沈慶晶 對啊沈慶晶那個有一點隔空竄證 有沒有 他就叫柯文哲不要扔 所以有收 我沒有送錢 沒有送錢 你也沒收 所以沈慶晶被壓了嘛 他那個有隔空竄證的嫌疑 那柯文哲挺邵修沛 我挺你喔 那一樣的道理嘛 叫邵修沛不要講話 不要講 那個不是我叫你發明的 邵修沛你很好 柯文哲有挺過任何一個公務員嗎 沒有欸 這個案子柯文哲 他沒罵就不錯 罵都很難聽 這個案子柯文哲有挺過任何一個 都委會委員 任何一個公務員 沒有他就只挺邵修沛 哇這是關鍵喔 沒錯吧 對喔 他說欸 蓋那麼多張 為什麼就只針對邵修沛 來朗東你再想一個問題 這個案子大概一個月 應該偵查快一個月 台北市政府是一堆公務員被叫去問 嗯 聽說是三四十個嘛 就都發局都委會 監聽從六月開始 對吧 然後呢委員那十幾個 都被叫去嘛 為什麼三四十個公務員被叫去 都委會委員十個被叫去 少修沛沒有被叫去 欸 他這麼重要的副總工程師欸 他一路從科長一路坐上來 而且升官 那應該是在這個案子中有角色才會 有功嘛 有功勞才會一路升上來 他是中高階主管 是嗎 他應該我算一下 從中階升到高階 應該算中高階 那負責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黨中也知道 都委會執行秘書在幹嘛嗎 你不知道對不對 我不知道 好我跟你講 都委會執行秘書在幹嘛 都委會有很多案子 包括民眾陳情 包括有人來申請變更 有人好像金華城就在申請 那進來之後啊 就會進入到什麼小組會議 幹事會議 要排進都委會的大會 要排進都委會大會 這種台北市的都委會 要排進大會的案子非常多 可能幾十件 那都委會的主委 跟副主委 召集人或副召集人 他們都是兼任的 他們不是公務員 都是兼任的 那所以呢 下個禮拜我要開會 要討論這三個案子 像下禮拜要開會 要討論這五個案子誰排的 就是這個執行秘書來了 所以他排十層 什麼時候討論 討論的密度時間 文朗東你 比如說你家族 假設你家族有一個開發案 要來變更 那你們就照成績 送到快排進都委會 這個都委會永遠都不排 把他拿別的案子 為什麼別人的都超車 別人送進來都超車 那文朗東的案子都不排 那你下一步你會幹嘛 找執行那個 你會去陳情嘛 你會找議員 叫議員去問一下嘛 或者是打電話去都委會說 欸為什麼我的案子還沒排嘛 公務員會回你說還在排嘛 長官沒空嘛 案子很多嘛 那如果能夠直通執行秘書欸 直通執行秘書說 欸這個趕快幫我排 好下禮拜就審 有沒有可能 這差很多欸 這個他時程可能差一年兩年那個開發利息 不知道差多少 一種是說議員來 押著那個執行秘書說 這個案子為什麼不排 好那就排了嘛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這個長官嘛 市長是啊 什麼打電話來說 欸 執行秘書搞什麼鬼啊 這案子人家說送進來半年了 已經都過快差不多了 就升級到大會通過了 執行秘書你在搞什麼 什麼東西都不送進來審 報告是 下禮拜就審 所以這執行秘書大不大 很大 公務體系是這樣 官不用大 很關鍵 真的很關鍵 很多人去申請建造啦 申請使用執照嘛 不是都有一些跑腿了嘛 負責送建嘛 跑腿嘛 那也是一樣啊 先審你的 先審他的 晚一點審 早一點審 那就是妹妹咳咳咳嘛 所以我是覺得柯文哲 去挺少秀沛這件事情 我一直無法理解 你看不都已經理解了嗎 就跟 沈靜堅去挺柯文哲一樣 對啦 我是說推論起來是說 照道理一個市長啊 跑道去挺一個什麼 十指等 十一指等的公務員 我覺得這個就是怪怪的 好 那這個在這個案情過程發展 這個就是說 在高院發回耕彩之前 就出現了另外一個奇怪的事情 就是李文中 李文中忽然被 晚上喔 就是要去提 地檢署要去提給高院的 這一個之前啊 就晚夜間喔 夜間 三號的深夜 深夜喔 這媒體是寫深夜喔 抵達北檢戶旗 如果李文中單純是政治獻金案 幹嘛深夜父親 為什麼 很簡單啊 這個案子絕對不是只有 政治獻金案 為什麼 因為他急著晚上把他叫來 隔天就去提抗告 他是問完之後隔天提嘛 對不對 他問完 3號問完 4號隔天 就提抗告嘛 今天是5號嘛 對不對 好 那他去提 他去找他來附訓 原本李文中是證人喔 現在變被告 現在變被告 而且如果單純就是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要200萬交保 偽造文書不用那麼多錢 偽造文書判多少 偽造文書 我忘記了 應該是幾個月幾個月吧 偽造文書有這麼嚴格 你事務上不會很重 不會很重嘛 不是重罪嘛 結果他是200萬交保 需電子監控 跟誰一樣 跟李文娟一樣 李文娟是不是也是電子監控 而且昨天爆出說李文娟說 李文中才是木可的實際負責人 今天我看媒體有寫說 李文中才是木可的實際負責人 所以這裡頭 這裡頭是有玄機的喔 台北地檢署唐仲慶 郭劍毅14日指揮的兵務所 搜索這些人 現在唐仲慶 郭劍毅跟那一個 那一個這一次在宗祖 負責帶隊的那個檢察官 他們現在合署辦公了 就宗祖跟艾祖的檢察官 全部吊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案子在偵查上 不會單純就只偵查 這一個政治獻金跟金華城 好 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新聞 阿伯今天早上是這樣子進來 各位注意看嘛 他這個電話不見了 他不是電話放這裡嗎 甚至被收走了嘛 好 今天神秘微笑 這個記者也蠻有趣的 神秘微笑這是苦笑啦 神秘微笑 這記者的 像 對啦 戴宇富翔哥 了不起就是吃那個麵包 配那個鋁箔包飲料 這我 我們拼傳媒的記者 像陳正 副總編輯說 神秘微笑 搞了神秘微笑 這是苦笑啦 笑不出來了 已經笑不出來了 神秘微笑 當然這種標題下神秘微笑 大家才會點進去看 好啦 就是說 面對大夫 然後面對記者庭 有沒有信心啊 深山白色深山的柯文哲 都出一抹神秘微笑 不發意義的走進版 氣色差很多 氣色啦 那個氣色差很多 他以前走進去都還會揮手 這次走進去就不一樣了 完全都 都差很多 然後重點就是這個嘛 昨天我們剛剛我們唸的 他原來是相信 聚專業且多數學的都委會決議 仍有救命的必要嘛 這是高院說的 所以今天九點半開 程序準備程序嘛 剛剛已經開完了嘛 對朗東 對對開完了 準備程序開完了 那開完之後就開始 月券了嘛 應該是開始月券嘛 例如本件 檢方抗告後的捐證資料 以較原審為多 針對此部分捐證的資料 該如何呈現 如果程序會出現那個什麼 上次不是有限月嗎 對 限月 限月嘛 根本只能看十分鐘後來 連那個彭正聖加進去看了半個小時 所以這一次不知道有沒有也限月 問我當你記得上次鄭文燦的案子 鄭文燦第一次 第一次生涯 地院裁什麼 裁交保 然後地檢主又抗告 又發為耕裁 然後第二次又交保 然後這個檢察官又抗告 高院又更裁 第三次 這個地院 地檢署又提 抗告 然後地院就直接裁定 積壓禁件嘛 然後就說不得再抗告 三次 現在才走到第一次而已啦 要進入第二次啦 所以狀況怎麼樣未知 可是我們現在看民眾黨的態度 今天早上同步 民眾黨十點剛剛有開記者會 他們的態度有改變 我覺得態度有改變 第一 他叫小草好好工作 認真生活 好好工作 認真生活 因為這幾天 就是原來博愛路 上次不是博愛路被小草圍了嗎 幾百人罵 台北市警察局警察局長被罵啦 分局長也被罵 搞什麼東西 博愛路是禁止局位遊行的 整條博愛路 各位知道博愛路在哪裡嗎 博愛路就是 總統府前面 那個整個博愛特區 從重慶南路一直沿路下來 然後另外一邊法院那邊 那邊可以遊行的話 一直在後門闖進總統府 對 那博愛路 旁邊還有國防部 對 都是在那裡嘛 那裡都是政府管制的 禁止局位遊行 所以上次已經給你們小草 好好的在那邊 就是說表達你們的訴求 所以這一次就強硬啦 不准 那當然是 民眾黨有黨工去申請了愛國西路啦 愛國西路他們允許的範圍在小藍門 就是愛國西路 就博愛路到底就愛國西路嘛 那愛國西路到中華路 那裡有一個叫小藍門嘛 什麼景廣 景廣什麼就在那裡嘛 就在那一帶你可以在那一帶 但是不可以再到北檢跟北院的旁邊 去那邊叫小 當然今天有一堆 想要獻了 想要耍寶了 就跑去那裡叫小 就被警察請走 今天民眾黨的態度是說 我們沒有要抗議 我們也沒有要遊行 都沒有 然後這記者就問民眾黨說 那如果阿伯要羈押 阿伯會不會被開除黨籍 哎呦 你記得民進黨喔 上次那個誰就是 鄭文燦嘛 然後鄭文燦上次被 被交保 被交保以後 民進黨的連政會 直接停權三年 嗯 文燦通你知不知道 在政治上停權三年是什麼概念 沒辦法選什麼黨部主委 三年是跨越兩次選舉 哦 對對對 縣市長跟總統 看時間啊 如果是剛選完總統 不是就是說 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三年很重要 因為他會影響到 下一次選舉的部級 三年還包括提名 對對 連提名都漏掉 提名都是一年前 那三年是不是就是四年 就沒了 就沒了嘛 就是 我們每兩年選舉一次嘛 所以民進黨的連政會 他就直接說三年 三年你就動彈不得了 對 對吧 今天問這個 民眾黨的這個 中評會的主席 問他說 那阿伯的狀況 他說 因為還沒發生 他說 對 那你們的寡例 你們的規定呢 他說 因為還沒發生 每一個黨實在是差很多 民進黨是政運常去 還是去後 一個提前 這個是 是每一個政黨 面對這種問題的時候的態度 差很多 那 朗東你怎麼看 就是說 現在民眾黨的 這一個態度 而且他們今天講說 是長期抗爭 他們直接講 這是一場長期抗爭 然後還有 對 還有問他說 阿伯上次說 如果要交保 我不要 拒绝交保 上一次 那今天记者在问黄国昌 说这一次柯文哲会拒绝交保吗 这题目很明确吧 柯文哲有没有特别指示说 如果这一次 我是被交保 我也拒绝 你们不要来保我 黄国昌说 这也是假议题 阿伯会在适当的时机 用适当的方式 表达他的立场 没有没有 那个拒绝交保 柯文哲他还没有进去居留所 之前的时候 上次了啦 对啦 这是发下的好雨嘛 进去里面吃了两天 面包跟饮料之后 睡在那个很硬的床上之后 出来就没在讲这件事 对 他无保请回就没在提这个事情 他知道进去有多久 他之前没体验过嘛 可能体验过 睡了两晚之后 还是算 他之后就没有在讲这件事了 所以如果现在是什么 几百万交保的话 他一定钱就给一给 凑一凑 人就出来 那刚刚讲说到底民众党的态度 第一个是说 对民众党来讲 他们是要去吸纳柯文哲的人气 他们是一个造势 他们这个就是选举政治造势 政治造势 那政治造势时间点就很重要 那因为你要凑得到人 今天是上班日 白天天机 上司因为是六日 六日也是半夜也是晚上 所以他上次人会发现 所以有一个条件 刚好从礼拜六快到礼拜天的那个时候 人比较好聚集 放假大家那些小草不容易出来嘛 那今天是礼拜四 明天五礼拜五都要上班 所以他的意思叫 大家安兵不动 不是说他们不会上街去表达抗议 而是要抗议的话 最好先挑个周末 最好又没有下雨 就是挑风和日丽的状况下去 人数会比较好看 那至于柯文哲会不会被停权 我们觉得绝对不可能 他们照后面讨论都觉得定调 就是会说这个是司法迫害啊等等的 因为我有这样 他们才能让柯文哲人气不要散掉 然后黄国山跟黄杉杉才能吸纳 柯文哲人气变自己后续的政治筹码 而且更好笑 柯文哲人在自己民众堂收纳一堆更生人嘛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 很容易去让人家悔过 这个悔改的 教会师 所以他进去眼前 他在对着镜子就说 你已经悔改了 你是个全新的人 他自己教会自己 他对那个镜头啦 所以他在看待清德 对啊 对啊 他们本来对于犯罪这件事情 标准就比较低啦 所以柯文哲 他自己本人居然犯这件事 黄国昌也可以原谅他 黄克 黄山生也可以原谅他 这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对于小草来讲 他们现在统一论述 就是这个是法部 好像今天早上去乱的那个人嘛 他就会讲说 这里面有赖清德的党委书记啊 民进党派了那个 这个党部的人 就是在北院在北检啊 集权破坏啊 我听了一段 应该就是毛家庆 后来因为他在禁制区里面 所以就被警方劝敌 离开那边了这样 这个他讲的是比较激进一点 但是也有可能就成为后续 黄国昌这个定调的司法的问题 最后我讲一下 刚刚三哥前一章讲李文中的 那个事情 李文中的这个事情就是说 相对来说不太会为了卫照文书 特别去把他转被告跟交保 时间点上也 也怪怪的 对对对 现在重点在金华城跟柯文哲嘛 怎么突然跑去找 李文中这个滴滴答答小案 因为李文中这边称赞到 他是木可的实职负责人 又同时就是财务长 所以柯文哲的财产 特别是不明财产 李文中可能从这边会找到一个破口 那柯文哲如果有不明财产在木可这边的话 那就是涉及到说他是单纯的土利审刑金 还是他有收贿 土利5年以上收贿10年以上 轻重有别 那对于法院来讲 你如果已经到了行贿收贿罪的话 哇那这个就很严重的这个篡政啊 灭供啊等等的这些嫌疑 所以会增加柯文哲被羁押的几率 因此就是简单的讲啦 木可案有没有大家以为 他就单纯的帮柯文在处理政治现金 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木可案 是不是除了竞选的钱以外 也包含了金华城的钱在里面 这个是检察官会要去 特别去问李文中 以及会把这个案子 跟金华城一旦产生联系了这个之后 他会增加柯文哲被受压的几率 所以安东你也是判断 他被叫去应该就是因为他是柯文哲 最了解柯文哲钱的人 单纯就是他了解柯文哲的钱 所以他可能想要从李文中那里知道说 柯文哲的钱 有让李文中精手的有哪些吗 除了木可总部 因为现在在查金华城的金流 假设在查金华城的金流 那李文中金华城这个案子 开始活动起来 开始整个动起来之后 李文中已经进台北市政 没错嘛 所以好不好检方也认定 他在北捷嘛 北捷之前他是当办公室主任 所以对李文中来 对李文中来说他 对柯文哲的钱的流向 其实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李文中接下来也算非常的关键 整个情势的发展 如果我们这样看起来的话 对柯文哲看起来 因为我今天看民众党的记者会 我觉得民众党应该心里有数 应该心里有数 他们现在只能讲 文兰东我最后再问你 你有没有发现 黄国昌这些民众党的人 对柯文哲的案子 他们好像都没有进入到案情 就是说案情合不合理 对外传出来这些合不合理 他们都在讲程序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问 他是怎么主动去应讯 他又不是被押去 为什么要让他待遇 他为什么不可以随时说要走 他们要去改刑事诉讼法 说省到一半 你如果不开心 你可以出去 你可以回家 他们为什么都不进到案情 都在谈司法 谈政治 谈地检署 谈这个法院 这些不公不义 而不针对柯文哲 金华城的案子的本身 去讨论 你觉得这个 他们在埋下一个 什么样的想象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心里有鬼 所以他们避开失职 而且这让我更确定 是说柯文哲已经涉案 因为黄珊珊 是很了解这个案的人 他也有去开过会 他也是副市长 所以黄珊珊 如果要证明柯文哲清白 黄珊珊早这一两个月 有无数的时间可以出来 开记者会说 带几个专家学者说 给他840% 完全符合公益 也说得通 虽然之前没有先例 可是我们有认真讨论过 觉得这个在依法上面 是有根据的 黄珊珊大可以这样讲吗 他又是法律专业 要了解都市法规也不难 结果他从来不敢提这件事情 讲都不讲 提都不提 那就表示什么 他知道如果讲太多 到时候会出事 他知道这件事情 在学理上 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那因此他们跟黄国昌 黄珊珊 那两个这个律师 研究了一下之后 发现说只有打程序 他有机会 所以他们很强调 柯文哲在里面几个小时 会弄了一个倒数牌 70个小时 多少 说你给他 这个晚上 给他不好的待遇 然后柯文哲一出来 第一时间就是说 在里面 备受虐待还干嘛的 至于怎么样 虐待他 他有没有受到一些 比较不平等的 别的人没有 只有他有的一些待遇 这个他从来都不提 你看哦 我就举这个例子 来 我们就看看这个 这个哦 他9点半走进去嘛 然后后来不是进行程序体吗 那程序体刚刚应该10点半就结束了 对吧 10点半就程序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10点半开始就月券了嘛 那我请问哦 10点半到下午 听说现在是下午2 2点 说2点的时候会开家庭 那这10点半到2点 柯文哲在干嘛 这跟律师应该讨论一下 这个策略吧 好 这是对外界人来说 对民众党的小草来说 阿伯就被压在里面吗 他也可以说 他跟律师没什么好讨论啊 就出来 然后跟大家聊天 然后呢 假设今天到5点 裁定 那阿伯就进去几个小时 8个小时 哦 阿伯又被 阿伯又被压了8个小时 对不对 就是 其实在里面没有怎样嘛 没怎样啊 在里面大部分的全都在等 但是等是很漫长的 法院很多时候很安静 大家都在等 而且我跟你讲 在这种法院在等的地方 是没有窗户的 然后你是没有时间观念 你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 那你也不知道同案的其他同学 到底人在哪里 他们出去了没 什么你都不知道 这才是先例照 我最后把这个案子做一个结论 第一个 柯文哲说他不知道这个案子 那我就这样用 我们先讲逻辑 第一个就是说 沈庆金跟应小威 在柯文哲这8年内 一定有去找过柯文哲吗 一定有跟他陈情嘛 一定有跟他讲说 好龙斌的时代 我这个金华城 从好龙斌时代怎么弄我了 对不对 然后他们都对我很坏 然后都不给我 所以柯市长你要帮帮我 那柯文哲可能 沈庆金跟应小威一直给他掳嘛 一定一直给他掳的嘛 从他商人第一天开始 透过各式各样的机会 各式各样的人 一定给柯文哲掳嘛 如果这个金华城 你要给我300多 要给我500多 要给我800多 一定一直掳 一直掳嘛 可是柯文哲是不是前四年 什么都没动 柯文哲前四年什么都没动 是第二任开始动 所以我问你嘛 照道理来说 沈庆金跟应小威 一定有跟柯文哲读这一条 那柯文哲会不知道细节吗 不可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议员的咨询 我们现在都看到 苗博雅的咨询吗 去年选举的时候 许淑华 他也提出来嘛 你现在去看许淑华的脸书 2023年的11月的脸书 许淑华也提这一题嘛 减苏培也提嘛 所以这些议员都有在咨询 那都有在咨询 柯文哲你不可能都不知道 你被咨询了 然后你就当中没听见 然后回家 完全也不理金华城 不可能 这第二个 第三个 现在很多的文件 什么盖一个张 两个张 什么六个张 这些文件 包括你的便当会 包括你的什么 陈会什么 柯文哲有些文件 你都盖过张 你在上面写素审素绝 那个柯文哲三个资格章 在你身上 所以相关的文件 也证明你知情 你怎么会不知情 已经三官了 到这里 我想到这里 都还只是图利 就是说你知情 然后你图利 但是图利跟贪污 就一线资格了 图利跟贪污一线资格 我想这一个月 大家都搞得很清楚 图利贪污的一线资格 在哪里 收钱 钱嘛 金流嘛 所以到图利这一关 可能检察官都很难办 为什么 他说我知道 好我假设我承认我知道 他说我没有图利 我没有图利 我不知道那个是图利 他图了利我又没收钱 好就到这里 那这时候如果对法官来说 他要判定他图利 虽然是五年以上 但是这个 还是有一点可以 模糊的空间 但是第四关 就是钱 我看到这个李文中 李文中的这一场 李文中这一场 我就知道现在检察官 就要跨过图利 跟贪污那条线 如果能够再贪污这一点 直接找到柯文哲的事情 前面我讲的那个什么 沈庆金 应小威 议员的咨询 盖六七个章 那个都不是重点的 只要图利 贪污这一条找到钱 那有几条 李文中知不知道钱 第二个那个林申跟 济南路的那个商办 是不是钱 那四千三百万是什么钱 是现金 还是什么 还是一场 不知道怎么样的交易 找代书出来 因为买卖房子就有代书 那个代书最清楚 因为要在代书的面前 把这个交钱的这个程序做完 对啊 他是汇款还是现金 没错嘛 然后在营廊嘛 就是说他有一个 钱汇进来过户 的那个时间差嘛 对不对 买过房子人都知道 那我们买卖房子都怎么样 就交给代书嘛 那代书就说 你什么时候把钱汇到哪里嘛 然后呢 我会去帮你办过户 说明代书就讲说 买卖上方已经合议 所以他也没有看到 资金钱是怎么跑的 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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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卖房子也可以出来讲 所以对检察官来说 叫代书出来问啊 叫卖方出来问 卖方你怎么收钱 对啊 那卖方的钱真的有收到吗 对就卖方你的 真的有收到4300吗 你的存者有4300 还是你有现金4300 万啊 是这300万 到底是哪一个 这不难查 所以现在的情势演变到这里 就看下午的这一个积压亭 开完之后的审理 但是这也只是第一关 因为这只是决定阿伯 会不会被积压 接下来阿伯会不会被起诉 还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单纯只是一个 积压的一个程序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国外特征组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会 拜拜 by bwd6